歡迎繼續回到Streetworks 我在經營室的現場 今天來的這位呢 他剛剛提醒我 上一次他上這個節目的時候呢 是在另外一家電台 那時候是為什麼啊 我都忘記了 那一次好像是因為 你發行了什麼東西還是 沒有 那個時候是我在帶我的學生們 啊 因為也是好像Streetworks在甄選 那個時候是希望有更多年輕的創作人 是 放作頻道接生 所以 好 而且我們就讓他講話的時候 我們都還沒有介紹他是誰呢 讓我們歡迎老莫 耶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時候帶學生嘛 就是帶那種嘻哈社團 是 現在還是嗎 現在其實 呃 現在也是有 在治理科大 因為我現在是治理科大任教 所以 呃 治理科大本身 就是我到了以後 他們就成立西岩社 我好像到什麼學校以後 他們就成立一個西岩社 所以他們是 要迎接你啊 欸不是 應該是說 哇 就是老莫來 我們就要教書了 拜託 趕快 西岩社 趕快成立 不然他沒面子了 我不是這樣 其實是 因為 通常在學校的那個 體制裡面 就是你會需要一個社團老師 是 那老師的功能通常就是 簽一簽公文 是 然後他平常也不太管事這樣 啊 可是因為我的身份比較特別 我是知道他們在幹嘛的老師 而且你是必須要去指導他們在幹嘛的老師 對 因為我知道他們在幹嘛 所以我會跳下去告訴他們怎麼做之類的 而且他們其實應該也挺歡迎你去指導他們在幹嘛的吧 對 所以我來的時候就有幾位學生就來找我 說我們成立一個西岩社好不好 是是是 哦 哦 那我幫你們簽公文啊 哦 我幫你們蓋帳 所以目前 你現在去改去智里多久了 呃 今年是第二年了 然後這個嘻哈社團 目前運作的狀況還好嗎 呃 不是說很好 誒 說老實話 因為 因為 呃 剛好就遇到疫情 哦 所以其實他剛要起步 是是 呃 因為 就很多表演不能弄 很多課不能辦 嗯 很多很多我們原本 表記上面的 就沒辦法 沒辦法做 所以有一點停擺 但是 現在應該要回來了 應該慢慢會好轉一些 然後 呃 下學期我在政大也會開獎 我在師大也會開獎 其實現在都有一些講 講座啦 是是是 對 因為呃 老莫呢 一直都被稱之為學院派饒舌歌手 而且 他不只是學院派 他 掛在他身上的 的hashtag有很多嘛 除了學院派 還有先驅啊 等等的這一些 哈哈哈 其實就是比較老 沒有就是出道比較早 像童星 但他們也沒有那麼小啦 其實 那這 這個十年大概各大學都有嘻哈研究社會饒舌相關的社團 在每個大學裡面幾乎都冒出來 然後在去年的金曲獎也反映了這個熱潮 是 雖然今年立刻就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說 就是一種反錯 沒有我們沒有什麼不好說 本節目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反正我們也不是在刻意詆毀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描述現況 是 那老莫今天之所以出現在這裡 並不是要介紹剛剛上述那些事情 嗯 他今天出現的目的呢 我們等下第二段再告訴你 但我要先來玩一個 也不是玩一個啦 我覺得大家一直在叫你學院派 學院派講這麼久 都沒有真正發發覺你學院派那一面 嗯 你知道我要幹嘛嗎 要幹嘛 你想幹嘛 因為學院派除了比方說講究押韻 嗯 其實大部分的饒舌歌手都講究押韻吧 對 嗯 其實也是看你 應該說你出場的年代 哈哈哈哈 你的原廠設定就是 如果你當時學到的那一批就是要押韻的 是 有很不不押韻的饒舌歌手嗎 應該不能講不押韻 應該說他們更重視整歌曲的氛圍 哦 OK 所以他們的撞聲詞 或是語助詞會比較多 是 他們可能覺得說 欸感覺到了 那我就不要再那邊管 就是那歌詞稍鬆一點點的那一種 OK 好 但老木成 你的饒舌受 受 應該不能講受教 就是你成長的年代 聽的比較多的是90年代嘛 是 他那個年代的學院派饒舌 必須在字句之間非常鑽研嗎 欸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的類別大概就兩種 一種是比較兇的 是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 就很Gangster的那種 另外一種就是像我們這種書袋子 是是是 所以 幫我們放在 對 幫我們放在一起就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哈哈 就是有沒有人又Gang又Nerdy的 呃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位置 那個時候其實他定位都很明確 就是我 又Gang又Nerdy 聽起來就是不可能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對對對 是 有點衝突啦 是是是 好但我要講的就是 老默一直被尊稱為學院派 但大家都忘記一件事 他是拿過博士的人 他是個寫過論文的人 開玩笑 怎麼都 論文這個 這個議題最近甚至 對 然後 哦論文是真的有寫吧對不對 是是是 自己寫的 自己寫的 沒有抄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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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讓指導 指導教授蒙羞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翻出來也沒有關係 沒問題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翻出來了 好 老默的的的論文叫做嘻哈的創意組裝 哇 你還真是早 我開玩笑 我沒有在 我沒有在客氣了 好好 而且 我看到復標的時候 我抖了一下 我想哇塞 果然是念過書的人 以德勒茲與瓜塔利 閱讀嘻哈星球筆記 漢米爾頓和解碼 這論文題目是 通常論文題目 這是你的博論 是 博論都是跟要跟指導教授討論 討論很久 是 然後還要經過口試 是 這個那個這個程序 我是 很清楚 大概約末上個禮拜才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嗎 其實那個是 非常辛苦的一個過程 我我把它濃縮講一下 嗯 我拿博士這個過程呢 是 非常的 呃 怎麼講 你指導教授本來就知道你是 教授的歌手嗎 其實他們約末知道 因為你念的是英語系 哦應該這樣講 嗯 呃 我在剛進去學校的時候 其實大家 因為我們在聚在一起做研究嘛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太會討論太多 各自的身份 那 唯一比較常會進行討論可能是因為我那個時候我我孩子剛出生 嗯 然後有一些可能也是經手爸媽 我們可能會交流這個 有爸媽經 對 然後完了以後我們學分修完了其實基本上你在學校不太會碰到 嗯 但是到後來就是呃我我我我同時有兩個身份 我是一個博士生但是我也是兼任教師嗯哼 然後在先前在淡江大學的時候其實有發生一個小插曲嗯就是他們 你說學校那個狀況是 嗯哼 那他們打算要去解聘這些老師的時候 是是 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類似自救會的一個群組 嗯嗯 然後大家就在討論說我們要怎麼去怎麼去連署啊 是是是 去呃去拉布條啊 嗯哼 去跟校長校長 角色 就是稍微抗議一下表達你們的心聲這樣的作為影響到你們的 對對對 的權益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結果我就默默的講了一句說那我來寫首歌 那他們其實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並沒有意識到你我來寫首歌這件事情的代表著什麼 對他們不太知道我但我其實知道啦因為媒體就是他們會覺得這個 是是是是好新聞嘛對不對 嗯嗯 那後來事情發生了然後那個擴散率有有出去嗯 老師們就發現說哇原來你可以 老默又是一個有行情的有市場的饒水歌手是嗎 有影響力的饒水歌手這個是旁邊的人才嚇到就哎呦我們真低估你了 那就是我沒想到你可以這樣嗯然後後來呃就很怎麼講很幸運的 這首歌有稍微有點效用嗯然後呃學校也做出反應嘛 那我就暫時沒事然後好不容易呃在這個歌出來之後我就是快快的把我 博士論文在兩年那應該是在兩年後嗯就完成了是然後就離開學校啊 所以當時在跟你的這道教授討論的時候其實就是沿著這個脈絡一路走下來 嗯因為我一直怎麼講呢我我的私心比較重啊 嗯我一直在想說我要用什麼方法把我的興趣跟我在做研究這件事情 合在一起 對對對那呃呃就我看到的台灣的大部分的學生嗯其實你寫寫台灣的場景的嗯 嗯博士論文嘻哈類的其實還不少嗯那真的嗎 博士論文有說詞論文對不對 然後呃可是因為我的角度是是英文的嗯所以可能我對於在地的場景我沒辦法做太多作夢 要不然的話那第一個那個會非常耗時因為我們沒有原沒有英文的資料 而且你要做大量填掉對那這個事情其實跟我跟我西上在做的事情是沒太大關係的嗯嗯嗯嗯所以後來我就不選擇那個方向對不對 嗯那我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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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今天晚上不能睡那種 就是要K到 免得被叮死 去然後就是會戰戰兢兢那種 然後可是我去找他的時候 他都是笑笑的 然後可能翻一翻 然後說 嗯 感覺還不太行 回去改一改吧 然後這樣的狀態大概維持了幾個月 你就發現這樣真的不行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就是 有點協議分手 他就說因為這個 我的狀況 可能比較特別 那你要不要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真適合你的教授 很完轉 那後來我就 我就按他的意思 我去找了後來的指導教授 蔡振興教授 那蔡振興教授他的風格比較free 他就說好那你就 你把基本上你把那個架構給我看一看 好這個不行改改 好回去改 改完了下個禮拜 那這個可以開寫去吧 然後寫好寫差不多的時候給我看 就這樣 因為這份論文的關鍵字啊 當然有包括了嘻哈 德勒茲瓜塌裡 聲音組裝 去再江玉化疊運 哇塞 我覺得其實就算是你現在自認 自己很懂饒舌歌手嘻哈的人 也未必知道德勒茲是誰吧 這應該是沒太大關係啦 對 人會把一個法國哲學家給扯進來 這件事情是要讓論文看起來很厲害 欸 主要是德勒茲很厲害 我沒很厲害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抱著牽高台 然後 就K很久這樣子 因為那個東西真的是很難吞嚥 那個是你們唸英文的人都要碰到的高牆之一嗎 應該是說 你唸人文學科到最後你都是通往同一條路 就是哲學 因為哲學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 對不對 所以你唸的是文學 你唸的是人類學 你唸的是語言學 到最後其實都會看到哲學 就比方說我的團員林老師 他是唸人類學的 可是 殊途同歸 對我們的領域是很接近的 就我唸過的書 其他也都大概知道在幹嘛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的時候 才能夠真正的 把剛剛我們開玩笑講的那個學院派 重新貼回老莫身上 這才叫學院派好不好 開玩笑 謝謝小師老師 其實真的是不敢當啦 因為 怎麼說呢 就是 像 現在再回過頭去看那個論文 你還是會覺得說 如果 這跟做音樂有點像 你在聽你五年前做的歌 你就想 這個地方 你應該要幹嘛 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當時這樣回去想說 當時如果再補充一點什麼 或再改一點什麼 對 可是那個就過去了 是論文就過去就過去 但這篇有成為 後來這些嘻哈研究者 引用的來源之一嗎 其實沒有 從來沒有被引用過 我覺得因為是 第一個他是英文的 所以可能他的參考價值 沒那麼 沒有 就是他的參考門檻有一點高啦 對 你要先念過得樂字 你才能 對先念過得樂字 然後你的英文要夠好 對 那我覺得現在可能 大家的英文就在中間程度 但看到得樂字會 會卡 總不知道那是什麼 對會卡住 但不要知道也比較好 你的人生會比較幸福 哈哈 沒有人生就是要有一些高牆 這樣一不斷的翻過去 然後 現在你就會知道 就是那個學院派 並不是你隨便可以貼在自己身上的 就是念比較多書啦 你是真的念過比較多書 並且完成沒有抄襲 也不會讓指導教授蒙羞的論文 歡迎見識 這種才叫做學院派好嗎各位 好的 是不是從來沒有人拿出這個東西來講過 呃 對還真的沒有 是不是我在想 為什麼大家都放過你這一題啊 我想要講 我想要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在拿我的博士論文的時候 因為我們需要口試嗎 是 呃如果你真的有去找我的博士論文出來看 翻開第一頁 你就會看到我團員的名字在裡面 哈哈 他是我的口味 林老師 林老師是你的口味 對 所以在那個時候非常好笑 就是 這個算是利益不迴避嗎 欸沒有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 我在寫這個的時候 他就很有興趣 他就很有興趣 然後他就說 那說實在的能夠 口試我這個東西的人根本 屈指可數 對真的 就是你要看過德勒茲 你有懂嘻哈 是 好沒有別人了 抱歉 我只能內局不必親 對然後可是那時候很奇妙 因為 我指導教授 我看到老師一定都 欸老師您怎樣這樣 然後後來 因為那個時候林老師已經在清華了 嗯 然後助理教授 然後他來到淡江 他感覺跟我的指導教授們是同輩的 他說喔林老師你好你好 然後我說喔老師怎樣 感覺超奇怪 然後完了以後 明明是自己團員 對對對然後就很客氣這樣 然後完了以後那個 因為我還載他到學校 是 然後還走了以後 我再載他會接運 我上禮拜的行程也是這樣 真的嗎 對就很好玩 對 但好既然都講到 然後把林老師都抬出來 那3P呢 嗯 3P 欸其實下禮拜一我們就要錄音 Oh my god 對 所以3P今年是有發行計畫的嗎 呃 我們表定是明年 但是我們會持續去去去累積一些作品 我沒有拿到補助 所以 所以我看到你們拿到補助 所以我才要順便問這一個 既然都拿到補助 總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對是 別做不可 所以吉安日期是明年嗎 對 好也就是2021年 我們會聽到3P的新作品 還有我的 3P跟老孟 欸老孟本來就一直在發作品 但3P要回來了 是 3P要回來了 這件事情 對於可能現在20來歲的饒舌歌迷 可能 就是 啊誰 很重要嗎 沒有非常非常重要好嗎 是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去Google一下 好 那 老孟今天坐在這裡 我們剛剛有講到 有另外一個目的 對 當然我們順便把這些 除了他的論文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也覺得自己有唸過一點書 可以把論文找出來看 第二就是3P 這個 這個 傳奇性的組合 算吧 傳奇性的組合 這件事情 一點都不誇張 就像學院派現在貼在你身上 一點也不誇張這件事情嗎 傳奇性的組合 如果你真的真心不知道 然後你要跟人家說 你很懂台灣嘻哈 真的有點說不過去 怎麼講呢 因為 其實這個也有點尷尬 因為我們就是 嗯 比較早開始做 但是因為在那個年代 其實嘻哈並不是一個被重視的東西 是 所以相對來說 不管是 不管是 比方說市場上的成績也好 或者是 獎項的肯定 或什麼 這種東西是很缺乏 所以你只能 傳奇性的東西 從來就不需要 什麼獎項跟銷量來證明他傳奇 傳奇 一旦誕生 他就自動會是傳奇 是嗎 是這樣子嗎 好 好 待會廣告回來我們要繼續跟老莫聊 因為老莫當然有很多很多 你知道他最近這幾年 就是有很多 花邊 蛤 對 歌曲上音樂上的花邊 好 嚇我一跳 緊張了一下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不小心戳中什麼吧 沒有沒有沒有戳中什麼 真的嗎 我非常乖 真的齁 好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歡迎繼續回到Street Voice 無賴經濟世界現場 現場是老莫 那我們剛剛在廣告之前講到 老莫最近這幾年有蠻多的花邊 當然花邊只是作品上的花邊 對 除了我們剛剛非常開心確認了3P在2021年會回來 但去年其實不 去 就是今年 其實你做了蠻多以前不會做的事 你說 比方說 最近 我們從最近的開始往回推好了 好 像女詩優欣那個歌在你過往的作品裡頭應該是 沒有做過 沒有出現過的 對 是啊 應該是說大家也沒有想 怎麼 是不是大家 大家從來沒有想過在你身上動腦筋啊 對 好像沒有 就是覺得好像 因為是學院派然後 比較稍微高冷 然後沒有緋文 所以 好像 這一類的事情比較不會往你那邊方向想 應該怎麼講 因為我就不是一個sex symbol啊 我不是高爾瑄 或是 大家真的 我們等一下會拍照 我們每集錄完 因為我們都會拍照 一定要讓大家看看今天老莫穿什麼 什麼東西啊 今天就是運動背心啊 沒有 這個就是你現在站在高爾瑄旁邊也不會遜色啊 是嗎 差多了 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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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會拍照片證明這件事情 我真的 我這樣很難跟軒迷交代 拜託大家不要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在 最新的這個單曲 女士優先 嗯 這一個歌其實是 當初其實是小桃老師 找我 然後 因為我們過去是同事 他現在也在大學教書 然後 也在做音樂 所以他的歌 就是我發現很多老師的歌手的英文超好這樣 然後 然後有 然後蠻會念書的 這件事情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可能是一個台灣的特色 是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這篇應該要特別拿出來寫一下 那 嗯 我覺得這個也是文化的差異 因為有很多 在美國的饒舌歌手 他不見得非要在學校裡尋求真理 是是是 他可能是一個 怎麼說 他可能很早就被迫啊 就中錯了 在街頭上尋找他生存的方式 對 然後完了 可是他們還是會去看書 是是是 還是會去看一些哲學家 不要說像Tupac 他就他去看那個 Marcaveli的書 是 然後 戰爭與和平啊 或是去 去看一些思想家的書 沒有就是你當你混久了 你會需要一些道理支撐你自己的發現 對對對 那可是 可能年輕的朋友 還不會看到這個面相 是是 那 所以 所以我們就是 喔回到作品好了 就是 小桃老師那時候就找我 嗯 說欸 壞特 怎麼講呢 就是他 他說你知道他嗎 然後他歌很好聽 嗯 然後他就說 那你們 你要不要跟他合作 我說我當然OK啊 就是 I'm a fan 然後 後來他就 他就很 他就很狡猾 他就跟我說 她就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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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剛好有一個 我跟Leo三七 有一個master class 在一個 在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就是教那種嘻哈歷史啊 是 是 She's in your class Oh my god 然後我就 蛤 什麼 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課裡面有兩個女生 然後後來 那個 她跟我講完以後 就是隔兩天是最後一次上課 嗯哼 然後她就說 那到時候再讓她跟你相認 對相認這樣 然後就 就會上課的時候 那天下大雨 然後她沒來 對然後 然後我現在 現在是這是一個心 mind trick嗎 還是怎麼樣 這是心理戰嗎 是是是 然後後來很奇妙的就是 呃我們 見面 我跟懷特見面其實 是 是在那個課程 前面幾次 是是是 那完了之後 我們在做作品的本身 嗯 的時候 從來沒有見面 啊因為大家就是檔案來去 對對檔案來去 然後我去找小桃路 然後他去找小桃路 然後分頭分頭路 對 然後通通結束 一直到前一陣子 那個KBOX節目的時候 我們才又碰面 才終於 對 算是以 知道對方的狀況下 正式見面 對對對 就很奇妙 可是上那個嘻哈課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他對不對 其實就 因為他 他如果不出生 看起來就是一個安靜可愛的小女孩 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啊 是是是 根本不會特別注意到他 所以大家會有 就是我發現 真的直男超好騙的 就是你把他臉遮一遮 然後把什麼身上的衣服穿一穿 然後那個聲音嗲一點 然後哇 就是哇女神我婆這樣子 但是這樣講不是他不漂亮啊 對他 當然 這不是在否定他的外表 而是那個飢餓行銷非常成功 我讓你吃不到 我只讓你聽 對 隔層殺嘛 然後就有個神秘感 而且他聲線的確很吸引人 是 可是這件事情有改變了你 比方說 欸 大家對你 對於你的作品的方向好像覺得 欸 這個做起來因為反應很好 嗯 那接下來是不是可以多做一點點這件事情 還是會 還是這種歌會讓你覺得 有稍稍流行的感覺 嗯 我覺得 其實我不排斥啊 因為其實到頭來就是 你的你的作品 是 作品會說話嘛 嗯 對不對 他是一個好聽的歌 他是一個quality 嗯 有一個好的quality 我覺得我覺得那就是OK的 然後 嗯 嗯 先前可能比較多 嗯 我覺得 年輕的時候會比較幼稚 嗯 就你有一個執念說 我想要講嘻哈的事怎樣怎樣 對 後來 就發現說哇這個是一個很白癡的一個想法 沒有就是 在那個時候會覺得 呃 很容易看不起別人 的 的某某些行為 會覺得 欸你們那個很怎麼樣 你們那個很怎麼樣的這種心情嗎 對 殊不知就是其實 因為你 怎麼講 嗯 就是你在 你在 你在 一片荒漠之中 其實 那個時候你真的不應該去說 啊我就是要 做那個超級小眾的事情 應該先讓大家看見 是是是 你在慢慢的去 走入 就是去 開始去執行你想做的事情 對先擴大你的受眾群 對 再把那個你想要傳達訊息好好的帶進去 對對對 是 這其實才是比較 比較合理的做法 是 嗯 那剛剛有講到 因為上一段就是除了 三批明年會的作品 剛剛也有講到自己的 也會有作品 是 所以我們會迎 迎來一張老莫的個人專輯的意思 沒錯 哇 對 要同時進行 你的人生還沒有出過個人專輯 對 我是一個新人 我在想一下你的新人資格是有沒有疑慮 對 他有年齡限制嗎 沒有沒有 怎麼會用這麼羞辱人的什麼年齡限制 一定是 呃 比方說你曾經發過EP或什麼什麼的 然後怎麼樣 他好像個人名義沒有的話 個人名義好像 欸對 你的確是可以 好像是可以角逐個最佳新人這種事情 對 你有在妄想這件事喔 沒有 沒有 我有看那個資格 我看我能報什麼 的確有在想這件事情 沒有啊 因為你報 你如果作品做出來當然是要報獎項 是是是 看可不可以撈個 撈個什麼明目回來 偏吃便喝這樣 好 所以老莫其實有懷著最佳新人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就是這一年 他 如果真的讓我拿這個事情會變得非常荒謬 沒有我覺得 如果真的讓你拿這件事情變得非常勵志 非常勵志 怎麼會是荒謬呢 就是一個大叔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在這個圈子混這麼久 然後被大家尊稱為前輩先驅什麼 然後他這麼多年有做過三批 但個人的作品還沒有一直沒有累積成個人專輯 然後終於在他事業有成的某一年 他終於做了一張個人專輯 然後假設還真的讓他拿到新人獎 這個故事超勵志的好嗎 幹嘛 真的嗎 我很期待這件事情的發生 好 但 真的要開始講 今天來的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 其實在去 是去年吧 去年有一個文博會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剛好有一些空間可以安排不同的演出 然後我就在想 我應該 我其實沒有太常看到老莫的演出 然後那時候 我覺得那個嘻哈潮應該要在文博會上被反映出來 所以找一個前輩又是先驅的 不是很棒嗎 然後我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突發奇想 老莫你不要跟謝民燕搭一下 然後 結果那個還真的搭成了 嗯 而且看起來很爽 真的嗎 看起來你自己沒有覺得嗎 我覺得很爽啊 但是 呃文博會他滿 滿有意思的 謝謝小說老師的邀請 那個時候 呃 我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 我就在想說我要怎麼 把這個表演做起來 其實原本我也是想做4Band的編曲 是是是 可是第一個團練太複雜了 嗯 對然後第二個就是 呃 太多人太多分母了 哈哈 我們就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簡配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是是是 可因為一般嘻哈的演出 其實你帶一個DJ 這件事就解決了 可是嘻哈 現在真的還是只帶DJ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直都 在跟觀眾溝通上有一點點障礙 嗯 那是因為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呃 DJ的能力沒有被完全發揮出來 哦 OK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DJ是一個普遍被低估的角色 或者說 或者說大家都沒有賦予DJ太多功能 對 那比方說像是 像現在我們是整個4Band的編制的時候 是 DJ的功能就會變得很小 因為你有其他樂手了 對 所以在在像文博會那樣的機會的時候 是 你就有看到 比方說像 中間有個段子是Coo Clone他 嗯 他就是 他做Bjuggle 然後就做出一個簡單的loop 嗯 然後我就用那個東西來唱 嗯 那我覺得這個就會是蠻有意思 是是是 你就看到他live在做這件事情 對對對 他就不會只是一個backing在那裡安安靜靜的 對 他就像是一個樂手 是 他就是一個樂手 那完了以後又有些名言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 可以互動的成分 有一些可以互動的地方 嗯 但那個如果你錯過了沒關係 也不能講沒關係 對 大家可以去找來看一下 但接下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今年雖然大團中間遇到疫情 又縮減了兩個月 就是我們跳過兩場 但呃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我們已經完全回來了 知道吧 然後而且之前的前幾場也都賣得很不錯 然後在八月 對八月 就有一個人要登上大團 這也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老實說 嗯 真的嗎 就是我在正式跟你發出邀請之前 嗯 我也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老實說 但想想就覺得欸為什麼不可以呢 嗯 對 於是八月的大團呢 嗯 老末就即將登場了 謝謝大家 謝謝小蘇老師 耶 而且 據說是Full Band喔 對是Full Band 所以你在 今天是大團誕生嗎 對 那我一個人上來這樣不是很怪嗎 也不會啦 但我非常非常感謝你願意帶著Full Band來大團啦 嗯 嗯 我應該說 首先就是 比較少有機會 嗯 呃 跟很多樂手一起合作 我覺得這比較可惜 因為 這幾年來 我的呃 嘻哈人的習慣嘛 所以就是 可能 跟DJ的搭配比較多 是是是是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就是預算的考量 可能沒那麼多演出費用 比方說像這些大團也是就是 呃 比較多人情 預算很少 對比較多 比較多人情 但是很高興就是 這些樂手他們都 願意幫忙 嗯 對那 呃 陣容蠻堅強的 對我的樂手們 你的樂手們是怎麼找來的 我的樂手們 其實 呃 我覺得最令人 最令我驚訝的是 一令願意答 願意答應來當 Keyboard手 哇 對 那這個我有點 呃怎麼講 非常感恩 你是怎麼提出邀請的 我提出邀請的原因是 我在前一場的大團 我看到他替Sophie彈 嗯 然後我就 因為我們在埃及上 或是在先前其實 會聊天 嗯 然後我就說 欸你有去演這個啊 然後他說 喔對阿 這是一個朋友什麼什麼 就好玩一起玩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他說喔 那你要跟我一起玩嗎 對我就發出邀請 然後他說喔可以啊 我們就我們就 我們可以一起弄一下 嗯 我就說對的那個 因為我看他演了 我就知道說 喔所以他明白這個東西是 嗯哼 非常演類型的東西 對對對價錢沒有那麼高 對對價錢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可以討論是不是 他說喔我們可以一起玩 OK好 對我要先確認 是是是是 對阿如果說我 我冒然去跟你說 欸不好意思我沒有費用 但我們 這個 有點失禮 是是是是 那對阿 那所以一令 然後 呃先前是 我找的是 呃 Kent 就是他是在On Studio那邊的 一位吉他手 然後是創作歌手 可是因為他快要當兵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一個 有點稍微更動了一些編制 嗯 吉他手跟Bass手比較年輕 是 然後鼓手也更換了 鼓手原本 他其實另外一個身分是 That's the shit的 啊 老舍歌手 喔 他也是鼓手 可是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時間 沒辦法配合 所以我就找了 呃 現在樓俊碩 樓俊碩的鼓手 OK 嗯 那這個很有意思 Johnny以前他是 森元翰科技大學學生 他是我的學生 是你的 本來就是你的學生 是 天啊 對很奇妙吧 所以他就是 他有自己的樂團 所以他就是 你就是一聲令下 他就乖乖來報道了 但不是這樣 就是我就 我還是有問嘛 那時候還發個狀態 所以有沒有 有沒有鼓手 是有時間的 然後那個時候 就把大魔王都吸出來 什麼 那個彎通 然後那邊小安就跑來問我說 欸你需要鼓手 不不不不不不 小安老師 您先請坐 對我這邊這個小廟容不下大佛 你先去安 先去處理瘦子那邊的就好 我這裡 我這裡沒什麼錢 這樣子 對對對 我嚇到 所以 所以這些要 很精彩的 而且年輕的陣容 是 我們在八月六號 對八月場的大團 就會看到了 是 而且 而且 真的是而且 那場 我不能 你不能 完全說 是因為都是 壞特的 的歌迷啦 真的嗎 對 我覺得那場 你看 八月六號那場 有老末 哈倫利其實也是 有老末 哈倫利 壞特 然後前面有一個非常實驗的組合 叫夢東 嗯 我覺得這個 這個排 我當時第一次自己這樣排完的時候 覺得性感死了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性感死了 然後果然就反映在票房上 我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真的 對 看起來那天應該會非常非常多人 哇 對 遭闖落盡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演得很開心 嗯 就是八月六號那場呢 因為你知道每次我們只要在粉專上 告訴大家賣得很好 就會有人說 那現場還有票嗎 現場還有票嗎 對 你要知道Legacy是一個 可以賽一千多人的場子 對 對 史上大團史上十一年真的賣到沒有票的 只有一場 只有 沒有草東那一次是六百多張五六百張 然後 的確有很多場賣到五六百張 但Legacy可以賽一千多人 也不至於到沒有票 對 只有一場 而且是在台中 台中的Legacy 有一次大團的 我們有台中場 嗯 那次有商訓益決老王 還有 完蛋我怎麼忘記好聲音 那場真是賣到沒有票 因為已經賣破一千一百張 已經超過台中Legacy的 快要超過台中Legacy的容量了 好扯喔 對 那原則上呢就是 大家如果你看到消息 趕快來現場一定是都有票的好嗎 嗯 而且那天 那天你會穿什麼 這個有需要先公佈嗎 沒有喔 我們想要讓你在現場看起來 除了學院派這個標籤之外 也有可以跟高雄先生競爭的顏值跟look 那我可能要先進場維修一下 喔這個真的是 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我的 呃 嘻哈人有個特色 是 就是 呃 我們比較不會老 我們比較不會老 欸我 真的 我要來問一個 算是相當相當失禮的問題 這個保養秘訣的是嗎 還是什麼 因為老莫有公開過你的年紀嗎 1981年 是39歲 你現在出去跟人家講你30歲或是28歲 也不會 太奇怪吧 嗯 對 我現在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我在學校裡面的時候 你在學校裡頭應該有很多老師以為你是學生吧 對 其實這時候就會看到人情冷暖 就是有時候因為 喔他以為你是學生的時候 他以為你是學生就會對你比較差勁嗎 對對對 真的假的 真的因為 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是這樣 其實他們的 就不會那麼有禮貌 應該這樣講 就是 因為有 我在英文系 所以有時候你到一些行政單位 因為我還菜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想要自己送公文 然後去走一走 對對對 可是這件事通常是公讀生在做 是 他們就以為你是公讀生 對 公讀生他說 哪個單位來的 這邊我現在在忙 你先在旁邊等一下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等 然後等完以後說 什麼事情 我說喔我是那個什麼 音音系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說 他說 這麼簡單 是哪個老師叫你來的 喔我就是老師 我就是老師本人 然後他就 他們就會停頓一下 喔老師你好年輕喔 來來來來 這邊請這邊請 對馬上那個口氣就會有一個 你看這種教育場 教育場景裡頭 在教育座裡有多差 唉 沒有應該是說 這個其實跟教育沒有 這是一個普羅大眾的科辦影像 這就是教育啊 就是你無論誰來 你應該都要用好的態度 而且清晰的說明 是 這就是教育場景的教育啊 在任何地 所以我這就是我給他們的機會教育 你不要以貌取人 是 你真的不要以貌取人 代表我的臉這樣子嗎 沒有就是大家要急很前面 好好好 好的 這樣我明白了 好的 然後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 老莫8月6號要登上大團 是非常期待 2021年他有他的個人專輯 想要角逐新人獎的個人專輯 以及3P的全新專輯 是 是是 這些事情都太令人太興奮了 真的嗎 當然當然 如果還有人期待 那就代表我是我的成功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就8月6號大團見了 好謝謝 好謝謝老莫 好謝謝